Hey guys 四個號,我就是原有CQ特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4月10號的每日情報 有一個禮拜都會出一篇 因為其實過去一個禮拜我都比較多東西玩 所以比較多東西玩就自然就很累了 於是我就決定休息了 一個禮拜之後,其實最近都很多東西說了 待會我來這裡跟大家說,今天會說什麼 好,在這裡首先祝我下落第三日快樂 沒錯,那今天就下落第三日快樂 大家不妨跟我說這個三日快樂 好,然後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原神4.6版本的前瞻節目 將會在4月12號晚上8點就會開播 大家也留意一下 因為其實我本人還在加拿大 所以我又會在加拿大那邊開台 到時候我都會照常開的 大家也照常看得對的 當然除了前瞻之後也會有4部曲 大家看完前瞻的時候也記得就不要走 因為到時候也會有玩這個原神的直播 有關於這個日的轉播就在這個前瞻之前的30分鐘 就是這些 流明完結我就會在7點開放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好,那今天的內容 就原神和崩鐵都有一點點說的 其實最主要都是講崩鐵的東西 臨時的30分鐘的培養功量 那今天就為大家帶來有關相關的資訊 那原有們有興趣的話就按相關的章節 那我在開始今天的每日情報之前 希望大家記得如果還沒按訂閱的話就快點按訂閱 還有記得按鐘仔 以後每逢我出片或新的通知的時候都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還有追蹤所原有們、抽卡順利、勾氣門門、小布帝不歪、十年三金 好,那首先就是講講這個4.6版本的前瞻 那沒錯,就正式官宣了 那這個版本的名字就叫做兩界為火赤野章食 你看到當中就有這個叫博印 沒錯,也是我最期待的角色 當然,在這裡也展示了有關於日版和綠版的一個前瞻的官宣圖 其實你看到是有分別的 那剛剛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是一個國際版的 其實基本上是國際版的通用 其實看到是有荒龍一斗 林莉、伯仁和營妹 那荒龍一斗我相信應該跟大活動有些關係的 那而林莉應該就可能是放棄角色來的 而日版的話可以看到有鍾莉和公智 很多人就會心想說,難道鍾莉或公智會放棄 那其實我想跟大家說,前瞻裡面所顯示的仁仔不一定是要復刻的 那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這樣 而大陸那個純粹就是阿空和派莫 說真的派莫也很老不想我前瞻 不知道大家還想不想他呢 那當然啦,其實共通點啦 我相信其他人大家都留意到,沒錯,嘉賓裡面是沒有伏伏的 沒有伏令娜 那很多人就心想說,4B6版本不會復刻這個伏令娜 那其實既然嘉賓裡面就沒有他 所以說基本上,接下來這個4B6版本應該跟水神伏伏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大家就不要以為說他會復刻,即是不會說他會有這個情況 那當然啦,我自己本來的,其實就是下個版本前瞻 我就覺得其實最值得期待應該是伏仁 那不知道到底官方會怎樣介紹伏仁呢 那不知道原友們你們又會期待前瞻的標部份 那如果你想說的話,你們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和我分享一下吧 至於就是,抽獎方面也都一如以往 也都會抽十多月卡的 和上個版本的前瞻一樣 也都會抽十多月卡 那到時候原友們都記得就不要忘記了 同樣,就是不要忘記 收睇前瞻是可以免費白票三百粒元石的 所以記得就不要錯過這個前瞻節目啦 好啦,那接下來就講一講有關於這個崩鐵的資訊啦 沒錯,那今天即將就為大家帶來沙甘的培養功量 沒錯,那因為其實呢 今天已經是星期三,星期四啦 差不多啦 那下個星期就沙甘集啦 那所以呢,其實基本上就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有關於這些沙甘培養功量 當然啦,這裡就未必說會說這麼快 有關於抽取建議方面 有關於抽取建議和這個星期的培養功率 我之後會再講一下 那這裡先講一下培養功率先 先講一下戰技啦 那沙甘的戰技呢 其實可以為我方全體提供一個可以疊加護盾量的一個護盾 那這個護盾可以維持三回合的 當再次施放自己時可以疊加護盾 那最多就不會超過二百星護盾量的 所以其實基本上沙甘他撞的只有一個 就是這樣一定要開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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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利疊盾這樣 那因為他的盾可以疊加的 而他的戴機 這個輪盆動作 就是他會對這個目標造成一個虛數的屬性傷害 那對單體目標大家留意一下 那這個效果也會隨機獲得1到7點的盲著 那隨後就會令到指定敵方單體陷入驚慌狀態 對,超三回合 那當我方目標是命中驚慌狀態的敵方目標的時候 所造成的這個暴擊傷害是會提高10% 這個數字其實也是看回等級 如果等級越高的話它數字越高 那效果就是當持有這個護盾的一個我方單體 它的效果會提高 並且就是受到攻擊的時候 就會獲得沙甘去累積1點的盲著 然後沙甘當持有這個護盾效果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抵押控制力的負面效果 例如敵方會有些控制力的技能 可以抵擋到 那每兩回合就觸發一次 然後就是說它被動了蠻豬 當蠻豬達到7點的時候 沙甘會消耗7點的蠻豬發動追加攻擊 就會對敵方隨機單體造成少量的虛數 所以一共會彈射7次 所以沙甘的追加攻擊也是它本人定位的第二件事 然後就是它的大世界秘技 它的效果就是沙甘 隨機獲得以下效果 分別就是大機率防禦力提高24% 中機率防禦力提高36% 以及就是低機率防禦力提高60% 那這三個效果它會隨機選一個 同時也會根據概率有不同的彈果 但基本上的攻擊也是一樣的 就是會提高防禦力 那我重複使用 就會保留組織效果 那下次戰鬥的時候就會令到我方全體提高相對應數值的防禦力 持續三王俠 然後就是沙甘的行跡 那沙甘的行跡 那沙甘的行跡 行跡1就是說 當沙甘的防禦力高於1600點的時候 它每超過100點的防禦力 會令到它自身的暴擊率提高200% 最多可以等到48% 那基本上這個行跡就決定到它一定會感到防禦力 而行跡2的話 就是戰鬥開始時 會為到我方全體提高護盾 那這個護盾的量 等同於戰技提高的護盾量 100% 持續三回合 即是直接入場的時候 直接就有護盾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而行跡3的話 就是持有護盾的一個隊友 當這個隊友發動追加攻擊的時候 是會為沙甘累積1.5萬 那這個效果最多就是觸發三次 而沙甘在發動天賦追加攻擊的時候 是會為到我方全體提高護盾 並且會為到當前全隊的護盾值最低的我方目標 提高額外強盾的護盾潮三回合 又是一個比較均勁的一個痕跡 所以說這裡為大家介紹一下 角色玩法的概括 基本上關鍵詞方面 就是護盾、追加攻擊、效果抗性以及防禦力 而沙甘的護盾機制其實非常有安全感 除了可以幫忙擋傷之後 更加可以令沙甘容易使出追加攻擊 當然啦 其實沙甘本身的定位是提高護手 而其次就是吸引火力去打自己傷害 幫助自己多點叠加這個病毒神掃 也是沙甘本身的玩法 所以說技能升級方面 我會比較推薦戰技再打個天賦 或等於終結技再打個普攻 為什麼呢 因為我更加推薦去升這個戰技和天賦 是因為戰技和天賦 去提高整體的生存率 即是加防禦力、效果攻擊 這些也是要升 其次就是這個輸出技能 喜歡技能、普攻這些 其實原有無理都可以考慮升 或是不行 而至於光追的建議方面 我就比較推薦三把光追 雖然說大部份光追基本上沙甘都適合用 但在這裡我也會推薦三個 大家也可以參考 首先第一個就是兩個人的演唱會 這個光追可以加防禦力 還有它的效果就是全隊護盾越多 或裝備者傷害越高 我個人認為也比較適合沙甘用 而第二就是傑哥的專武 因為傑哥的定位和沙甘的定位很相似 所以基本上傑哥的專武 沙甘都可以用 而第三個光追就是 這就是我 為什麼我推薦這把光追 因為這把光追的白值很高 它的防禦力的白值相似很高 同時亦增加中夜的傷害 本身沙甘又打了最多傷害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把光追也適合他用 而至於維其套裝方面 四件套基本上一律會見要用聖騎少好一點 因為基本上沙甘最主要要狂點防禦力 基本上只有這個位置才可以用 而兩件套裝方面 我建議可以優先用這個俗成者的背露白鴿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用 或者這個截斷力龍鴿也可以 當然我更傾向背露白鴿會比較好 因為最主要要狂點防禦力 防禦力越高的話沙甘的優勢會越高 戰條方面就是防禦力 然後就是暴擊 而最後就是隊伍大配技方面 基本上不用說沙甘然後就是輸出角 我個人認為強烈推薦沙甘作為隊友 基本上就是托迫真理醫生 卡夫卡這些打來追加 因為他本身的機制就是 如果全隊多些追加攻擊的輸出角色的話 基本上令沙甘可以增加多層的被動 所以這個就比較強烈推薦 而至於其他角色其實 卡夫卡的黑天鵝 黃泉這些 其他輸出的角色其實OK 沒問題的 因為沙甘本身的範圍性都很高 那原有門除了可以搭配追加攻擊的角色 例如托迫真理醫生之外 其他角色也OK的 是沒問題的 所以說以上就是有關於今天4月10日的每日情報的所有的路 希望今天的路比也圓有門一個參考 那當然不妨忘記CSL 如果有無疑問的話你也很歡迎下面提出問題 那樣 好,是這麼多 那今天每日情報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